江振政府廢除向飲品行業收取非酒精類容器的回收費 以阻止該行業試圖將費用轉嫁給消費者 何家碧的報道 根據安省政府一項新的回收計劃 原定4月1日起 透過加拿大飲品容器回收協會 向非酒精飲品生產商的包裝容器 每個徵收一至三仙不等的費用 自在給生產者負責資助和回收 達到環保目標 不過該收費計劃引起業界和零售商、超市等的強烈反對 認為會增加成本 意味著最終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對此安省環境廳表示 決定取消該收費計劃 並且通知業界未來不排除引入新的法規 來執行環保目標 同時將會阻止飲品行業向消費者收取費用 安省政府的回收計劃目標 是到2030年飲品生產企業有責任回收八成的容器 並且要負擔費用 並且要負擔費用 要負擔費用 感谢观看